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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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我的好了嗎 好謝謝 這是你的紅茶跟你的香蕉 好謝謝謝謝謝謝 沒想到今天在鹽埔這地方喔 在鹽埔 是蒲鹽才對 本來想說中午 可能只能吃便利商店了 但沒想到還有祕境美食啊 而且這一部這麼吸睛的行動餐車 居然是我們很熟悉的 用DFSK大吻發S2.5T 所改裝而來的 而且看起來非常新喔 等一下我吃完飯 我來訪一下車主 看看他們這台車用起來到底怎麼樣 那可不可以聊一聊你們這個創業的初衷 那時候一個構想 然後我跟他一起想說 其實我們兩個人做 第一個 我們兩個做自己人 你時間再長都沒關係 不用去考慮到上下班的問題 我之前做教育站也做20年了 你主管給人家請一輩子退休 就是那個錢而已 想說趁自己年輕 然後我們有自己的一個理念 就是說我們食材全部自己來 那餐點也是自己創作的 然後這樣子我們平均下來營收 應該會比一般的上班族還要高 那你們這個師房料理有什麼樣的特色 我們的特色就是我們的餐點 對 我們有醬燒飯 然後還有滷腸飯 這兩個是獨創的 全台灣都沒有 可能名字有類似 但是我們又醬汁裡面 我們又加了自己特殊的配方 然後因為我們主廚他的舌頭會過敏 香精味精同時過敏 基本上不是正常的那個調味料 那就他都不能吃 所以你們自己做的東西 算是也都沒有這些添加物 對 我們所有的醬汁 包括調配的醬料 全部都自己熬製 那你們怎麼會買這個DF-SK 這個大吻發這種雙香的車子 因為我之前是做加油站的主管 大概做了快20年 然後前前後後我們遇到的客人 這台車出現的機率非常的高 我都有問客人說 大概油耗多少 他說其實很省油 那我買這台車之後 我自己實際這樣開 從我家那邊到台中 我要的那個點 大概 來回大概66公里 66公里 大概可以一桶油 它45公升 大概可以跑 來回 算5.5次這樣 超省油 對 而且我這台車基本上已經是快要滿載了 一般做餐車 沒有人會選這種雙香的耶 為什麼你們會選這種雙香的車做餐車 我們是邊玩邊工作的理念 假日可以帶家人出門說 我們後面會用四人做的 所以這個車還要煎你們的休旅車就對了 對 會有露營車跟餐車模式兩種 這要怎麼當休旅車 連床都可以放上去 那我們旁邊會有洗手台 營業中洗手台會卸下 然後冰箱就可以直接就地使用 然後煎台就可以到戶外的時候做一些餐飲 自己吃的 那也太素晰了吧 那這個車是那個時候買的時候 就交代業務打造好的 這我自己打造的 你自己打造的 真的嗎 對 花了四個月的時間 四個月 對 所以你是車買回家花四個月 對 在家裡這樣子打造 對 木工的部分是請木工師傅先把框架做好 然後鐵板位置先量好 然後所有的東西 包括電線裡面的走向都是我自己打造的 哇 所以裡面細部都是你弄的 對對對 那OE這些是廠商弄的 對那是現成的 喔 那這樣大概花了多少錢 目前保守估計 連車子空車寒價下去算的話 改完是大概120幾萬 120幾萬 對 餐車好像都要 對差不多 喔 那這樣子貨床的空間夠用嗎 夠 目前的話 這是法規最長的極限 嗯 因為我們是四人做捨器 後面走兩人做的空間 所以這是目前為止是最長的極限 嗯 那載重方面 因為你們這個都很重喔 你覺得載重OK 載重很OK啊 它原本的設計是可以承受到1.2 這樣子算起來 我們大概 最多700多還不到800 我都是抓800啦 所以你們這樣的話 也不怕操縱背欄 不會不會 驗車應該也不會 驗車也完全沒問題 因為我們合起來 驗車它都合起來 它只趁腫重而已 那OE也是合法的 對 所以等於就是 工作也不用擔心啦 對 完全不用擔心 就是你不能這樣打開的時候 忘記收 就直接開走 這樣不行 那開到現在對於這個大文發 你覺得開使用起來有什麼心得 這台車使用起來的心得就是 它開的時候非常的穩 一開始還沒OE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有試開過 它是穩的 在OE之後它也是穩 然後重點是它的省油我非常的喜歡 很省油是你最喜歡的 然後它的那個牌照又是屬於1.5的 對啊 所以等於省油省碎啦 對省油省碎金 但你們現在有保養過了嗎 有 已經非常保養過一次 不想保養過了 那你對服務感覺滿意嗎 服務號這一塊 我們在彰化這邊買了一個李先生 對 他那個李先生 對我們的服務態度真的很好 因為一開始我們有構想 然後有設計 但是我們比較不知道說 要從哪邊去找我們這個木工的框架的部分 木工框架的部分跟OE是他幫我們介紹的 對對對 那你們那時候有這個構想的時候 沒有參考過其他品牌的車嗎 沒有耶 因為我其他品牌的車 第一車價 然後第二他一定是吃財油的 但車價的話我們那時候有喊我們 要改裝的費用 因為我們以後會開放加盟 如果你把預算到那麼高 物理每個人都能夠接受 那一般的小發財呢 你們也沒有考慮 小發財要承受到這樣美觀 還有這樣子的重量化 做到我們不知道做得到 它是唯一兩噸半的 對 其他都是頂多兩噸一這樣 對 而且也沒有四座 對沒錯 所以你還會想要再買一台再來改 一定會一定會 因為我們之後會開放加盟的部分 那會有二號車三號車 這是目前這第一號車 而且它新款的那個後面還有 含的空調在後面 所以你說現在新的後座還有冷氣出風口 對對對 超划算 之後我會推薦我的顧客 二號車三號車使用者 我會叫他直接買那台新款的就好 所以他算是唯一的選擇 你用起來也覺得還算蠻不錯的 它拖這麼重 因為不影響車速又省油 然後又省碎金 對啊 這看起來很滿意 超滿意 那當然剛剛透過世大哥和十二哥 他們的分享我們也可以知道 當初他們選擇DFSK 大吻發2.5T這台車 就是看中了他們的省油性 還有雙排可以存在四人的空間 那另外在載重量上面 也非常的大 非常適合改裝來做使用 所以種種的分享 看得出他們是非常滿意的 那透過他們精心的規劃 和整體的設計呢 不但滿足了他們創業的需要 同時也多元的滿足了他們 家庭露營的需求 可以說是工作和休閒 都可以兼顧的一部車款 在創業的時候呢 一部好的身材工具 可以給你非常大的注意 那今天呢 這十家兄弟呢 分享的他們採用 DFSK 大吻發S2.5T 來做這個創業的好夥伴 的故事呢 和他們的心得 就提供給各位參考囉 服務號這一塊 我們在彰化這邊買了一個李先生 對 他那個李先生 對我們的服務態度真的很好 哇 大家好我是彰化 文發商用車音樂所 我姓黎 焦亮君 剛好這位客戶就是由我來接洽 我來服務這樣子 你們據點在哪裡 直接從哪裡趕過來 在彰化市 很遠耶 不會啦開車還滿快的 哇那他剛剛是說 問車他比較不懂 是 所以他就說我直接把我業務call來 我還以為他開玩笑 沒想到真的來 真的來 有這個場面一定要來替老闆戰勝一下 對對對 你們常常都有接觸這種改裝的客人對不對 是因為其實在我們 吻發商用車的車款上 像大吻發他有雙箱的四人座空間 那很多客戶或老闆們 他們就有工作跟休閒的需求 那這時候就可能會用到改裝的方面 那我們就是盡量在旁邊去協助客戶 達到他的需求 那像你們平常經手這些客人 改裝這一些的話 你們都會幫他服務變更這些東西嗎 是因為像我們在貨車的法規上 後斗有裝一些物品的話 都需要變更跟驗車 那這部分都是由我們替客戶服務 一條龍幫他處理 處理完成這樣子 所以後續他們也都不用再擔心這些問題 是沒有錯沒有錯 哇今天真的很感動耶 沒想到居然有水口水道的業務 給你一分鐘工商一下 大家好我們是彰化文發商用車營業所 那如果各位老闆各位朋友 有任何貨車改裝的需求 都可以與我們聯絡 謝謝 好今天的置入就是吃三碗麵 他買單 掰掰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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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